傳言在江湖偏遠的村莊裡 有個吃冷妖怪 如同風暴天災 所到之盡 毫無生機 誒!不對!我在幹嘛 別我高度那麼高 限車再說 英雄傳說江湖有位很辣的扶妖人 啊不是 是很強的扶妖人 屏屏 從小學習各種武藝 經過各種慘無人道 魔鬼般的鍛煉 為的就是 將來可以為江湖盡一份心力 好累 首先在鑽塔巴塔 瓶水相逢 變瓶冷氣 四瓶八文 如此努力的他 終於踏上了人生第一次的扶妖之力 傳言在江湖偏遠的村莊裡 有個吃冷妖怪 如同風暴天災 所到之盡 毫無生機 人人都說他是上盡天良的妖怪 大膽妖魔 納命來 我一定有把斷食之後吃了茶一頓 甜美 喬那敲丹的姿勢 還不確定對方底細 限車再說 既然如此 一邪三邪 先來硬的 就不信任我的 蟹藥不讓你蟹喉 再多一點 辣死你 這看起來是他的謀測 讓我再把他的衛生巾拿走 喵 喵 屁股都不用擦的嘛 甜美 贏得不信 那就正大光明的決鬥吧 三招讓你下屁 喵 喵 欸 不對 我在幹嘛 疊武功都那麼高 限車再說 硬不行 正大光明的也不行 那只好 再來硬膽 妖魔似乎很喜歡吃東西 那我就使出最陰險的一招 雖然就是我今天唯一搶到的六五針飯糰 但為了扶妖 只好犧牲你了 香蕉皮 董珍 若就不信你不會跌倒 不要連香蕉皮都吃啊 吃這個 雖然是六針飯糰 既然那麼餓的話 就讓我收服你吧 讓我帶你吃三針飯糰 抱擦 打ате 我要小針飯糰 打 rikt 押 要え 有足力了 到 看起來像 有點殺氣耶 OK 實力胸了 大棒棒 大家好 我是VIT 今天是我們吃來的 父親節企劃 因為前陣子我們家爹地比較忙一點 幾乎都找出晚歸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實行 我就選擇在今天偷偷摸摸的 把我們家小小路開出來 準備實行這個秘密企劃 那這個大企劃呢就是 我準備要給我們家小小路做一個超級大清洗啦 超級大清洗是什麼意思 超級大清洗是連椅背都把它拔起來的那種超級大清洗 不是那種什麼頭皮牢 然後洗一洗那種 好啦其實原本我是想要給外面洗的 原本我想說好給爹地的父親節禮物 就是把這台小小路拿去外面給別人大清洗一波 結果呢我看了一下大清洗的費用 一台車 竟然有一萬五 看到倒說一口氣 所以我就決定貢獻我這個微婆的小小勞動力 那我們家小小路用車的狀況是這樣的 他在我大二的時候被我第一買了回來 到上個月他的車代才正式的還完 沒錯 他跟了我們家八年 里程數三十萬 所以呢有此可知 爹地真的是每天都開他 每天都跟這台小小路相處 他承載了我的所有對於家人對於朋友 對於工作同事的回憶 是有革命情感的呀 好廢話不多說 我趕快出發去找一個超大間的洗車場 準備來料理料理一波小小路 GO 好啦那我現在已經來到林口了 神秘之地 因為這邊比較大比較亮比較好洗 第一步驟 我是要直接把桌墊整個拆起來的 所以現在呢我們又事不宜遲要開始我們的 單人女子洗車地話 好啦當然沒有單人啦 因為我自己根本不會懂我根本不會拆坐墊 所以呢我是有請我的攝影團隊的生活達人阿虹來幫我 不會有問題再去找他 那我們就開始吧 看起來有點專業喔 你叫擠車標配 那你會拆坐墊嗎 我跟你講就先試試看就知道了 我剛才還特地跑到五金行去買那個毯頭你知道嗎 然後把那個螺絲 那個叫做套頭 套頭 套頭 好套頭 工具都拿好了 我們開始拆第一個坐墊 欸應該要來 應該要來預估一下 我們這一趟洗完大概花多了幾間 拆啦 等一下好像拆那兩個好像好像 好像還沒有辦法打開咧 我叫阿虹 他好像有螺絲耶 你把他好像先拉 對啊這邊好像還有 但是他不是六小 我盡力了 那我們這次就不拆坐椅吧 太快放棄了吧 欸不是阿 我們沒有道具嘛 快點我們有阿虹絲耶 再看一下 太快放棄出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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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他已經要拆掉 就是六角就會露出來了 所以你還有兩根螺絲要開 喔已經累了 整個都還沒拆掉 是不是後悔做一個企劃 不後悔 為了爹 因為呢我們家爹爹也是要跑業務信使的 所以要非常長時間待在車上 所以呢 給爹一個最棒的車內環境 這我待會兒真的裝得回去嗎 不知道 好 拆除第一個 你怎麼感覺已經要掛了啊 我跟妳講 我上第一次騎車之後呢 我上次一次騎車之後呢 那初戀比蠻快樂的 然後呢 一拆了座椅之後 整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裡面怎麼樣 好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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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熱 直接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